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8月13日 周日晚上,英超首轮继续进行,宾福特将主营热刺 两队上季排名非常接近 而且,他们上季头号得分手,均无援披甲上阵 双方金扑较量和味甚浓 自前季重返英超后,宾福特的进步有目共睹 上季不但稳定在中上游位置 甚至在对阵未免冠军曼城时完成双杀 成就了球队拳击最亮点 宾福特上季最后六轮大开杀戒 连克车路士、热刺和曼城等强队 让人们对他们新赛季的表现充满期待 不过遗憾的是 由于上季攻入20个英超入球的爱云东尼 被英族总判罚停赛大半年之久 宾福特进攻火力必然有所下降 球队唯有依靠拜恩麦比奥默等得分手进行搏斗 好在宾福特已经证明了他们不是一支惧怕豪门的球队 此番即使面对热刺来袭 宾福特仍然有望守住主场不败 虽然热刺上季创下了十多年来最差联赛战绩 但其实回顾过去几个赛季 也有过排名第六、第七的成绩 因此上季的第八也并非世界末日 然而最让热刺恐惧的是 哈利卡尼为裸冠军离队投奔败人 缺少这位单赛季入30个英超入球的球员后 球队只能依靠孙兴敏等攻击手弥补这个巨大的入球缺口 可想而知热刺的进攻将下降几个档次 好在领队普斯迪高路深谙重建之道 热刺在他手中还是较为让人放心 何况热刺本身班底并不差 金扑首秀热刺挥军至少能保住一场合局 阵容方面 门将A维文和中场洛迪高宾唐古亚等球员 因各种原因无法出战 感谢您的收听